5月26日下午 台灣女子組合SHE成員任家宣Selina 在迷敦房地庫莎莎旗艦店 出席彩妝品牌Mendia發布會活動 Selina以一身白衫藍裙現身 粉絲們在店裡抱以熱烈掌聲歡迎她的到來 更有小粉絲請自為Selina送上一束鮮花 並給予她深深的親吻 讓Selina感動不已 其間的Selina也親自為歌迷擦唇膏 歌迷感到無比興奮和榮耀 她來自曝小時候很曖昧上學時也擦唇膏 曾經被教官訓斥過 我想起來我高中的時候 就是因為擦唇膏 然後被那個教官 就抓那個違反校規 就是要離開校門的時候 教官就攔住我 然後就一項一項算 然後唇膏就是其中一個 因為我以前就很愛漂亮 就喜歡擦有顏色的唇膏 問及現在獨生生活過得怎樣 Selina稱感覺良好 因為有家人和大家的支持 覺得很幸福 我覺得都還適應得不錯 因為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心理準備 然後我的家人朋友還有歌迷們 甚至媒體朋友都給我很多的支持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還是非常的幸福 在受訪時的Selina說 自離婚後就喜歡上跑步運動 有時與歌迷及好姐妹一起跑 同時還大爆姐妹們的活動習慣 Ella是我至今還沒有跟她一起跑過 因為她一直覺得她沒有辦法 她做心肺她都會受不住 雖然她會做很多的重量啊 這種訓練 可是她對心肺沒有把握 所以我還沒有成功的帶領她 但希望之後可以 然後 像我妹妹任容軒 我這次也帶她跑了10K 然後她就是因為腳很長 跑得比我還快 所以我想她下一步就會嘗試半馬了 那Hebe的話雖然人比較小隻腿比較短 可是她耐力十足 然後體育細胞也非常的好 所以上一次我帶領她跑的時候 她也是完全的很輕鬆 所以之後我希望可以組一個姐妹團 就我們可以一起跑 也可以參數 Scene 特別是 各位有 boy 各位有期待 各位有期待 各位有期待